抽烟是造成肺磷状细胞癌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因为公共场所、无烟环境的推广及烟菌的抽取 抽烟人数已逐年在下降 磷状细胞癌病例数也逐年在减少 约只占整体肺癌的10%左右 然而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 磷状细胞癌病患的5年存活率 却与肺腺癌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期肺腺癌与磷状细胞癌的5年存活率相差不大 都在90%左右 然而第二期肺腺癌细胞癌的5年存活率60几% 约是肺腺癌第三期末的存活率 第四期肺腺磷状细胞癌全国的5年平均存活率更低于7% 全国医院的治疗成绩均是这样的趋势 主要是磷状细胞癌可使用的药物不像肺腺癌有多种基因突变 可以选择不同的标靶药物来治疗 磷状上皮肺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气管的粘膜 长时间暴露在致癌物的烟 就是我们抽的烟导致于它会产生癌化 所以它发生的位置一般会是比较靠中心的气管 也因为这个样子它处理起来会特别的棘手 跟肺腺癌比较起来 它处理起来会特别的棘手 因为它通常耗发的位置都比较靠近中心 都比较靠近大血管 比较靠近气管 所以它在处理起来 它一般通常很快 一般只要发生没多久 它就会影响到气管与血管 医师指出 有症状的肺癌 大部分不会是早期 因此用症状来分 可能会耽误很多治疗时机 所谓的肺部临状细胞癌 简称肺磷癌 肺磷癌它有三部特性 诊断不易 治疗不多 愈后不佳 因为肺磷癌相对于肺腺癌 它比较容易耗发在中央位置 所以容易有压迫 神经血管 气管 还有死道的问题 所以容易造成有一些咳嗽 如果是早期 磷状细胞肺癌 与其他肺癌 都是以开刀为主 若是在晚期 则是以化学治疗 以及免疫治疗为主 虽然肺癌治疗 已经进展到 所谓的精准医疗 也就是说 会针对非小细胞肺癌 去检测 是否带有所谓的驱动基因的突变 以及对应的标靶药物治疗 但是呢 磷状细胞肺癌 不像肺腺癌一样 大部分没有所谓的驱动基因突变 所以呢 也就没有所谓的标靶药物 可以做选择 这几年来呢 免疫药物的发展 延长了肺癌病人的整体存活时间 这也提供了 磷状细胞肺癌的治疗的新的选择 至于病人的组织切片 表达高免疫指标 PD-1带50%的病人呢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 单纯使用免疫药物的治疗 这一方面呢 健保是有给付的 那一旦确定诊断呢 我们一般呢 还会再测一个PD-L1 那这个PD-L1可以帮助我们 是不是要使用 我们的免疫治疗 因为我们传统的化疗 跟放射腺疗法呢 它的一个成效有限 只要能够再加上免疫治疗 那效果就会非常好 所以以外科医师的角度而言 其实磷状上皮细胞癌处理起来 会比肺腺癌处理起来 困难度相对很多 因为大部分磷状上皮细胞癌的病人 在诊断出来之后 通常是已经没有办法手术 必须要靠化疗 电疗或其他辅助性的方式 医师提醒 一旦被确诊为肺癌之后 务必要寻求正规治疗 不可相信偏方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才能让肺的磷状细胞癌 获得最好的治疗成果 TVBS新闻 陈如环 廖广斌 肖映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